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草 像这种草呢一般的话在湖北地区 湖南地区应该都有野生的 也就是说叫沿街草 有的话说这么普通一颗杂草而已 你看这 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卖家呢 给它起了个很不错的名字叫蓝宝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豆腿 就像假的一样 它就像蓝宝石了 它里面很好玩 我给大家打开一个看看 有话问能不能吃 我跟大家说在植物上面越稀奇古怪的东西 你越吃就别吃 再玩弄不好就中毒 像假的一样 像假的一样 这个果肉 这个有毒了就别吃了 这个种子你也别吃 好吧 那这个虽然说这个整体来说呢 在这个 在这个药材里面 就是说在这个中医上面来说 它可以入药 因为它就是咱们老话 有人喊的叫土麦冬啊 像它的一个根茎这一块呢 是吧 也可能说是来入药的 咱这个具体不了解 虽然是花衣 但不是中医 它里面的这个果子 结出来的这个果子 这个小豆腿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果子很大很大很大的 硬度还很高 我用手指盖 我都掐不开 那给大家掰开 看看里面 就是很硬了 很硬很硬 看到没 感觉 感觉这个东西晒干了 以后都可以盘一个 我再给大家再猜一个看 再给大家猜一个 你看 它像不像假的 这样开 外面就给人的感觉就像假的 它的一个果肉就像泡沫一样 果肉就像泡沫一样 别吃啊 这个东西不能吃 你看这是它的种子 种子外面有一层果肉 给它搓干净以后呢 就是这个很硬的东西了 非常好玩啊 它非常皮脂和好痒 一般的话 大家如果说有个小花园啊 这个东西呢 一般都是种到台阶旁边啊 或者说种到哪儿 做一个花镜 所以说呢 叫沿街草 耐寒能力还比较OK的 喜欢半阴和阴面的一种环境 可以种到那种 阴面的一个地方 耐寒能力也比较优秀 在我们山东地区的话呢 可能就会受一些个洞害 那作为一个地灾植物来说呢 在东北这一块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洞伤 它一般呢 就会也会开花啊 开出来的花也挺漂亮的 现在呢都结果了 一般呢都是 夏天的时候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一般到秋天的时候 正好是这种果 因为这个都是大棚里面养出来的嘛 所以说现在生理周期有些紊乱 一般呢是在六月份左右 好了 如果说大家也喜欢养一个草的话 不知道选择什么 作为一个花镜植物的话呢 咱们南北方的花友 都可以去考虑种一个它 非常的好玩 而且呢全年没有什么病人会 好吧 除了这个果子不能吃之外呢 其他的都没什么大问题 还很好看 好了 一篇关于严介草的一个养护呢 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 可以来我们直播间 像蓝豆豆一样的蓝宝石 又好看又好养 还可以作为盆栽哦 我是老花1 养花最长1 咱们直播间里面见 每天早上十点半 拜拜